他妈妈只知道吃 我们又开启了工程县的又一天旅程 我们来到了特别出名的醍醐神宫 也是一个神社 感觉应该比较好上 看这个带小孩的上午是吧 说了我心里都没底 我们穿过刚才的隧道 走过一片高大上的小棉房 我们就来到了位于神宫正门 还有十分钟的地方 我们已经来到了神社的正门 商业气息特别浓 哦 是 我们到了醍醐神宫 哦 是 他这个神宫就在海边 我发现这些神社挺会选址的 都是在一个特别风景秀丽的地方 所以神仙愿意在这吃 这个 这个是神宫的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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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思议的人捐赠的出来是吧 对啊 信赠的 有个人的也有商户 日本人还是很信这个 全是小兔子 有可能它这个艾玛就是兔子形状 这个神功好像就是兔神主观的 各种小兔子各种造型 这个是这样的 好可爱 它这个神功是造在岩缝里的 好多人 就是往那里面扔石头 看见那种买开运玉的地方 买了手中的这个 像天然形成的石坑里面 去投掷我们的开运玉 如果能投进去的话 就是相当于祈愿成功了 现在是两发不中 三发不中 四发不中 没有扔进去一个 有点煞雨而归的感觉 看一下神社 这边就是岐湖神功的本殿 是建在一个岩壁下面的神社 大家都还在排队买这个黑玉玉 能扔进去的寥寥无几 小围巾 小杜头 可爱的彪彪 我们参观完 蹄虎神社 现在我们要前往 工程县特别出面的另一个神秘景点 我们来到了都景峡 这个野生马自然保护区 这个马就生活在这个山上 然后不是圈养的 是野生的 这个地方很人气 刚才看几个可以就是看海的地方 都没有停车位了 马都在山上 现在看不见 一会儿就有马过马路 马就在那儿呢 吃草呢 在后面 我看见了 哇 怎么孤零零的自己 这不是在那儿了吗 马他们看见 没看着 他们在悬崖边就能站住 经过一个小时的跋涉 我们终于来到了都景甲的 最上面灯塔的位置 在这儿就能看到马了 他还有编号 他是84号 感觉你吃的好香呀 嗯 试一会儿 他长得其实有点像泥 他长得其实不像泥 他长得其实不像泥 老奶奶喊什么 不让吃 嗯 所以那小缝就走了 这有一只小马 特别小 马要过马路了 他一样 他妈妈只知道吃 下巴一样 本来想着看马 结果一路都是绝境的感觉 只怪我们以前在东京 这种城市里面就是手见多怪 是吧 对 那边有上去的路了 走 好 好 好 感觉太好了 我要是马我也来这儿 好 我就是说是挑起你小姑娘吧 对我说多了 嗯 他竟挑小姑娘问 哈哈哈 要说会玩还是大爷会玩啊 哈哈哈 咱都太保守了 还夸人家可爱 甚至屎就能扔着马 哇好多 好多 看着他们吃了我有点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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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往下走一边去接近那个下面的马群吧好不好 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这边有点新鲜 还是踩干的比较好 它是64号 它能不能找我 你离开 还咬 来了 来了 背后 坐在我背后 背后 来了 别做事 哇 太吓人了 太可爱了 我和Tina一边欣赏着马儿吃草 一边欣赏着九州的夕阳 愉快地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我们接下来还会去更多精彩的地方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